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的无私付出 也表扬模范志工的事迹及精神 3号上午特别举办了新城乡111年度 模范及优志工表扬活动 县长何礼台亲自表扬了模范志工 彰显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全乡之表善 也因为志工的投入 可以让新城乡成为幸福的温馨之乡 新城乡公所为了感谢志工伙伴们的无私付出 并且发扬模范志工的事迹以及精神 3号上午并且在嘉兴村百名翁汉餐厅举办 新城乡110年度模范及优志工表扬活动 活动安排精彩表演 让辛苦的志工们能够欣赏 志工表扬分两大类 首先表扬维护乡内治安 并且保护乡亲生命才能安全的疫景 民房 异校以及巡手队等志工伙伴 来表达他们的辛苦 新城乡我一再来在讲是一个族情和谐 多元族情的一个乡镇 在各个角落 因为公务体系 人员人力不足 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协企民力的协助 所以在新城乡这样子的一个每年志工表扬 理台是坚定而且是坚持 一定要来办理的一项表扬活动 目的除了要来感谢以及肯定 各位在各个角落 各个服务的层面当中 尽心尽力为地方付出 在这边我要代表新城乡各界 向各位表达谢意 因为由于由各位的付出 各位的支持 让新城乡公所在各项业务的推动 以及各项镇定的一个宣导 都能够得到我们前提相近的肯定 一百文副官集也前来向我们表达致意 要感谢我们新城乡九个村 在基层认真服务贡献付出 我们所有亲爱的各位志工伙伴 因为由你们为新城乡民的付出 让我们所有新城乡基层的百姓 我们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感谢整个公所团队 对大家的服务 所以和理台和乡长 就是得到各位的支持 所以投额竞选 已经宣布当选 要持续为大家在呼吸联 我们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 没有你们今天的付出 没有你们今天的贡献 没有和理台的成绩 所以要感谢各位志工 感谢公所每一位同仁 感谢我们部落的同目 感谢各村的村长 还有感谢我们代表会 跟乡公所如此的和谐 在陈秀玲主席 张北华副主席 以及所有代表 同心协力之下 再加上常常关心我们地方的 我们的郑宝秀议员 邱光明议员 能够让地方我们新城乡 得到花莲县政府大力的协助 支持跟帮忙 相当合理台表扬 既有模范志工 以及彰显模范志工 司机和精神 成为全乡表率 并表示因为志工的投入 才能够让新城乡 成为温馨幸福之乡 新城乡是一个大家庭 期盼更多乡亲投入志工行列 共同为家园来努力 记得转发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